下面看1K413023 这一幕讲的是基坑土方开挖 及基坑的变形控制 两个点 一个是开挖 一个是涉及到的变形 基坑四周地面应该设置排水沟 其实这一点 他说的对不对 不正确 在整个基坑的顶面 这当然是沿着基坑的周围一圈 应该设置节水沟 谁叫节水沟 阻止地面水进入到基坑内 排水沟在哪呢 排水沟是在基坑底 所以他这块用词准确不 不准确 这块引起注意一下 再有 说我们欠应该保证避免 雨水渗水等流入坑内 这也不用他说了 基坑也应该设置必要的排水设施 就是基坑内部有排水沟 保证开挖 及时地排出雨水 放坡开挖 堆坡顶 坡面 坡脚 采取降排水的措施 打降水井 持续地降水 那么把水位线降到基底以下 0.5米之后 才可以正式地进行 基坑的开挖作业 开挖当中必须采取措施 防止开挖的机械等 碰撞知乎结构 隔钩柱啊 降水井点啊 扰动基底原状土 比如说这是一个直槽的基坑 有维护结构 有支撑结构 你的机械从上往下开挖 你的机械能不能碰撞 维护 能不能碰撞 支撑 不能 它俩合在一起 叫支护体系 不能碰撞 有降水井 比如说 基坑内部 设置了降水井 能不能破坏 扰动 不能 那么涉及到的原状土 它说的 也不能扰动 那不能扰动 就涉及到啥呀 你从上往下开挖 应该预留一定的高度 这段高度 你机械就撤退了 你别挖了 为啥 你机械如果再挖 就扰动了原状地基土 甚至都有可能出现超挖 因此 预留出来的 这一定的高度 我们由人工清理到基底 这就可以了 第五点 是向我们叙述一件事 作业当中 你出现了异常 出现异常怎么干 就不能再作业了 停止开挖 采取措施 然后再继续开挖 那问题就出现了 究竟我出现了哪些异常 要停止开挖 那教材给出了几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还有四五六七条 你能背得下来吗 背不下来 怎么办 老规矩 打个叉 打个叉之后 画图 没有一个图是解决不了的 那好画图吧 这个位置是一个直套的机坑 有维护结构 有支撑结构 下面是地下水 周边有管线 有建筑构筑 作业当中 出现了异常情况 停止作业 哪些异常呢 你要不知道 再教你一个 图画完了是吧 你把你自己放在机坑的最底下 你就想 你什么时候跑 那就是我们的答案 你啥时候跑啊 你看着啊 什么情况跑 有危险才跑 第一种情况 你这维护结构 变形过大 跑不跑 跑 二维护结构 异常声响 跑 第三支撑结构的轴力增大 跑 第四基底龙起 跑 第五基底渗水 第六维护结构渗水 你基底能渗水 维护墙也能渗水 通过监控量测 我们知道了周边的管线 地表建筑构筑沉浆过大 跑不跑 跑 这就是答案 你自己回去 看一看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这七条 是不是 所以注意啊 这种题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一个了 哪一个 沉庄当中 打庄作业呀 遇到了意外情况 就应该停止作业 所以这块又出现了一个 遇到意外 停止 就画图来解决 这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直槽的 再多一个 加一个啥 放坡的 放坡的时候 什么跑啊 什么时候跑 那就是我这边坡已经失稳了 那就得跑 根据不同的开挖深度 采取不同的施工方法 那么整体上的开挖方法呢 包含这两个点 一个叫浅层土方开挖 还有一个是深层土方开挖 其实啊 在我们浅层土方开挖之前 还涉及到一个叫表层 挖土作业 那说这表层挖土作业是怎么挖的 就是一个短壁挖机进行开挖 这就可以了 那么挖出来的土方 我们直接运输了 这是表层 那对于浅层来说呢 我们是有短壁挖机 也有长壁挖机 为什么 短壁挖机挖出来的土 在边上 然后长壁挖机 再来出土作业 这是刚才讲的 浅层土方 那么涉及到有短壁挖掘机 以及有长壁挖掘机 这是浅层 那深层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当长壁挖机不能开挖的时候 应该采用小型挖掘机开挖 那这样的话呀 很多同学就理解不了了 如果长壁挖机都不能开挖 为什么你用小型的挖机呀 那你看 小型挖机开挖 挖出的土方 给它运送到哪里了 就是你转运到我们维护墙的边儿部 这个时候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的 你在这儿呢 这土方啊 用抓斗雕 我们说雕车 提升出土 这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表层 一个浅层 一个深层的开挖 前面讲到一个点 说从上往下挖 你应该预留一定的高度 这段高度是由人工 清理到基底的 避免你机械超挖 或者是扰动原状地基土 那么基底以上 0.3米的土方 采用人工开挖 注意这个数字 关于机坑 分框开挖的顺序 地铁车站的长条形机坑 我们遵循的原则是 分段 分层 从上 往下 先支撑 后开挖的原则 这个原则可不可以考啊 可以啊 在我们背景资料当中 给出来了 我们怎么开挖的 然后让你自己说 那么整个机坑 我们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呀 你得说分段分层 自上而下 先做支撑 后开挖的原则 接下来讲的是 机坑的变形 很多同学认为 机坑变形特别难 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变形 我想强调一点 所有的变形 都是基于一件事情而导致的 那就是土压失稳 压力失稳 必然导致变形 那么假如说 这些变形一一的拿出来 让你去背 你能背得下来吗 你背不下来 那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老规矩 画图 所以在明瓦这里呀 几乎都是以画图的形式 来解决掉的 那咱就画图吧 第一种情况 看着啊 涉及到的图体变形 这是一个直层的机坑 维护结构 这是A区 这是B区 没有开挖呢 AB之间土压平衡 接下来 你把A区土给我挖掉 那我问你 B区的土 它运动没运动 运动了 变形了 那你看一看啊 它是怎么变形的 由于坑内开挖泄荷 就是A区土挖掉了泄荷 造成了维护结构 在内外压力差 作用下产生了水平向的位移 怎么位移呢 水平向 AB之间土压平衡 A匯 B的土体失去了稳定 B区土称之为主动土 它要主动的向维护墙进攻 这维护墙运动不运动啊 当然运动了 水平位移 进而引起了维护结构 外侧土体的变形 B区土体的变形 还有造成了基坑外土体 及临近建筑构筑的沉降 这个位置我们称之为C区 AB之间平衡 BC之间土压平衡 A区土一挖掉 B区土松动了 B区土都松动了 C松动不 地表土松动 那么上面的建筑构筑 就会出现沉降 同时开挖泄鹤也会引起 基坑底部的土体隆起 这个位置是地区 AD之间土压平衡 A一开挖泄鹤 地区土是主动土 往上一顶 基坑几波隆起 所以这玩意用不用背 不用 全部都是以画图的形式来解决 都是围绕了一件事情 土压失稳 这是一种 下面看第二个 维护墙体的水平变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开挖九浅 卫射支撑 那咱来画一个这个图片 这是整个的基坑 直槽的维护结构 这是A区 这是B区 AB之间土压平衡 你将A区土一挖掉 那么B区就形成了主动土 主动的向维护墙进攻 进攻底部 动不动 不动 这理由很简单 你就比如说一个电线杆 你插土里 接下来你推底部 底部动吗 不动 那我推上边 上面就动了 所以主动土 我进攻维护结构的上部 动了 动了之后怎么动的 成这个样子 哪个位置的位移最大 墙顶的位置 位移最大 那向哪个方向 我们来位移的 是不是向我们基坑的方向 水平位移的 而且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姿态 三角形 这就是三角形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就拿下了 第二种情况 开挖 较深 那这个时候就会设置支撑结构 这是维护结构 这是支撑了 A B之间 土压平衡 A取土一挖掉 B是主动土 进攻 进攻底部不动 进攻上部 这回也不动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了支撑结构 那我就进攻中间吧 哎 进攻中间之后 它就变形了 怎么变的 就往前一挺 像个啤酒肚一样 啊 所以我们的特点就是 顶部的位置 位移是不变的 如果你顶部要变 是怎么变的 是不是我们向机坑外 做移动啊 啊 那么对于腹部来说 它是向机坑内 做突出变形 这个点也拿下 有没有背的点 没有啊 都是靠画图 第三一个 是维护墙体的 竖相变形 刚才是维护结构水平变 那这回竖相变 我们来看一看 还是画图 这个是维护墙体 假如说这个维护墙体 是地连墙 我们都知道 地连墙的流程当中 有一步 清除草底的淤泥和参渣 那么假如 你草底的淤泥参渣 没有清理干净 这个时候 你的维护结构做完 你从上往下开始 挖这个土方 维护墙体会不会下沉 会的 所以维护墙 在开挖当中会下沉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不是因为清孔不净 有成长 第二种情况 维护结构下方有顶管和 动垢传越 这个位置 这是动垢机的刀牌 这个位置是压力舱 动垢机作业压力舱 压力大 这个压力就往前方传递 前方的土体压力也大了 我也不要这个压力 我怎么办 我就往上顶 这就导致维护结构出现了 上浮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压力舱压力变小 它压力小了 前方土体就松动了 前方土体一松 那维护结构就会出现沉降 好了 这又是一个 第四个点 说的是机坑底部的隆起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接触一个了 机坑底部它为什么隆起 这个点 这是直槽的机坑 这是A区 这是B区 土压之间 上下之间平衡 A区土一挖 这叫泄鹤 那么B区作为主动土 往上一顶 机坑底部就隆起了 当然它把这种隆起称之为什么 是由于维护结构 插入机坑底层的深度不足而导致的 其实就是上方机坑内泄鹤 导致的机底隆起 第二种情况是啥呀 下方有撑压水 撑压水自然就涉及到有水头的压力 那么上方土体一泄合 底下的撑压水有水头压力 往上一顶隆起了 也是第四种 下面我们看第五条 地表沉降 地表沉降与第一条 它比较类似 都属于是涂鸦失本之后的连锁反应 还是画图 这个位置是一个直层的机坑 这个位置是A区 这是B区 上方的地表土是C区 上方有建筑 A区土体一挖掉 B区土体就松动 就是机坑周围的土体松动 那么B区一松动 地表土 C区 就会出现地表的沉降 那么上方的建筑构筑 就会出现沉降和变形 这是不是连锁反应 这是第五点 所以这几个变形 难不难了 这样一看 都是用画图的形式给解决 这就不难了 那么这么多的变形 我们是不是得控制它呀 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方式 有效的去控制机坑的变形呢 教材给了 一二三 这三条了 还有四五六条 那咱们怎么办呢 你还是老规矩 画图 然后你看见啥 你就写啥 这是植槽 维护结构 支撑结构 有地下水 周边管线 建筑构筑 采取哪些措施 眼睛看到了维护结构 增加维护结构的强度和刚度 你比如说我原来的维护结构 是钢板桩 现在换成了地连墙 那强度刚度就上来了 变形就得到控制了 第二 维护结构 入土的深度要增加 第三 对于支撑结构来说 我可以增加支撑结构的强度跟刚度 原来可能是钢管支撑 现在换成了钢筋混凝土支撑 这是三条了 第四条呢 我在整个基坑内做加固 那这样的话 变形就得到有效的控制了 再往下写 打降水井 持续降水 最后一条呢 加强监控量测 对于周边的管线 地表建筑构筑物 他们的沉降 加强监控量测 用监控量测 来反馈 指导施工作业 下面这个点 我们讲的是 关于坑底的稳定控制 刚才是说 整个基坑 我们涉及到变形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是画图来解决的 那么基坑底这块 咱们还是来画图 咱们前方讲了 说你这个基坑底 它是咋变形的 基坑底呀 土体隆起 什么原因导致的土体隆起 其实就是上方泄河 那么底部的 这是主动土 往上一顶就隆起了 他是说呢 我们是维护结构 入土的深度不足 所以我们在解决它的时候啊 就应该写出来 维护结构 入土深度要增加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什么原因导致的基底隆起 底下有成压水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打降水井 降压降水啊 基坑内有井点降水 再有 那我还可以怎么做 才能保证它的稳定性呢 你在底部的位置 可以做压重 什么叫压重 直接做钢筋混明土的底板 那这个时候 底部已经上来重量了 压得住你下方的顶力了 这叫增加配重 属于第四条 做底板结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怎么做的呢 那就是在基坑底的位置 我们直接做加固 坑底 土体加固 所以这个点 它既可以考案例 既可以考 多选 那么关于这一幕 所涉及到的选择题 来看一看 当基坑开挖 比较浅 而且没有支撑 那这个时候 维护墙体的变形 怎么变的 有没有支撑 没有 AB之间 土压平衡 H土一挖掉 B主动的进攻于 维护结构的上部 它呢 就向前方倾斜 所以它的变形特点就出来了 第一个 墙顶的位移是最大的 所以你找一找 它说墙底位移大 那就是错了 向基坑的方向水平位移 对了 只有A 而且呈现的分布形态是 三角形分布 所以此题呢 我们就要选A 下面我们要看的是 EK41324 关于地基加固处理的方法 那么整个这一幕 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在一二件的选择题当中呢 经常出现 所以希望同学们 引起高度的重视 也就是说 每一个位置这个题 它都可以考到 第一个点 涉及到基坑地基 我们加固部位的不同 分为基坑内加固和基坑外加固 各有各的目的啊 基坑外和基坑内 做加固都有目的 那这个目的呢 我给你圈成了这样的表格 考试当中怎么考呢 就是基坑外做加固两个目的 基坑内做加固八 六个目的 八个点 随机的抽取出五个来 然后提干就是啊 下列属于基坑外的 或者说下列属于基坑内的啊 这个目的 你给我选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面基坑内加固的目的六条 太复杂 所以我们去学谁 学基坑外 画个图 这是一个直槽基坑 这个位置是A区 这是B区 AB之间土压平衡 你把A区土一挖掉 B区是主动土 要主动的向维护墙体进攻 对于这个维护墙来说 它是被动的受欺负 那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呀 我释放不掉 那么基坑就会出现坍塌的局面 现在好了 我整个B区给它做上加固的形式 那基坑外 B区做加固 那么这个时候 A区土体一挖 B区松动不松动了 不松动 为什么 因为B区做了加固 怎么加固的 你比如说我们筑江 江叶进去 使松软的土体 成为了固结体 那这回 我问你 B区已经加固了 对谁有优势 对这个维护结构有优势 优势在哪里 从周围来到它身体上的 这个主动土 是多了是少了 越来越少了 所以对于维护结构来说 好 好在哪呢 减少了维护结构 承受的主动土压力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 水能不能过去了 过不去 有止水的作用 这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两个点 我就给它解决了 说考试当中 说东老师 他要是问我 基坑内加固的目的呢 秒答 咋秒答 你就从选项当中 给我选 基坑外的 一排除 剩下的选项 它都是基坑内的 这个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关于 地基加固 说这张表格啊 告诉了我们 基坑内做加固 那我问你 基坑内是被动区域 还是主动区啊 刚才这图我们不画了吗 这是A区 这是B区 B区是主动图 主动区域 那A区呢 那就是被动的区域啊 所以基坑内 我们就称之为被动区域 加固形式 一共有五个 哪五个 蹲群抽隔马 蹲氏 群边抽条 隔山满堂 这是一种考法 还有一种考法 就是给图啊 问你 拿出任何一个图 他让你说出来 这是哪一种加固形式 周围很多的小堆 啊 这就是啥呀 你堆式加固啊 一圈都有了 群边 这是啥 一条一条的 抽条 很多个空格 这就是隔山 整体上都做 这叫啥 满堂加固 还有一种考法 怎么考 如果是涉及到长条形极坑 那这种情况 你做加固 怎么加固的 抽条 哎 条对条 极坑面积大 面积大呢 周围一圈全来 这叫群边 那又是地铁车站的端头井呢 用隔山式加固 环保要求比较高 要去封闭地下水 那你封地下水 你涉及到的 敦式群边 抽条隔山 它能封住吗 封不住 只有一个能封住地下水 谁呀 满堂加固 这就可以了 再来看 涉及到深基坑和浅基坑 加固的形式 如果你要是一个较浅的基坑 你怎么做加固的 换田材料就可以了 因为你基坑比较浅 换田不会影响到我的工期 也不会增加我的造价 因此最简洁的方式换田 说邓老师 那我要是深基坑呢 深基坑这个时候 除我换田还行不行了 你深基坑做加固 换田 第一 影响工期 持续时间比较长 第二 造价大不当 大呀 你换不起 所以说换田 并不适合于我们的深基坑 那对于深基坑来说 我们第一种方式 就是筑江 最简单的就是江叶进入到我们的整个代加固区 形成了固结体 第二种呢 是水泥土搅拌 就是说我们的搅拌机械就为就地切穴土体 让水泥与土形成了固结体 这就是水泥 水泥土搅拌 第三种呢 是高压喷射筑江 说董老师 你这喷射筑江跟刚才的筑江有什么区别 这个筑江 你可以理解为简单的一种渗透筑江 那高压喷射筑江呢 是我们的筑江管 已经置入到土体当中 在底部进行高压喷射 那这样的话 高压就会冲击破碎土体 那么破碎的土体与江叶形成了固结 形成了固结区 这叫高压喷射筑江 那这是我们深基坑 那接下来呀 对于深基坑这三种加固的形式 我们分别展开了来说 第一个筑江 关于筑江 他说利用了液压气压或者电化学的原理 通过筑江管 把江叶均匀的注入到地层当中 其实简单的理解 就是江叶进入到地层 形成了固结 那我这江叶究竟怎么进入地层的呢 这一点我们接触过 看啥 就是看你的这个地层孔隙 我们分别有渗透 匹列 亚密和电动化学筑江 如果说我们的地层 所涉及到的孔隙比较大 你像我们涉及到有沙类土啊 粗沙呀 沙粒石啊 沙性土有裂系的岩石 你看这不都属于是孔隙大吗 孔隙大你渗透就可以了 那第一渗透性的呢 可以用劈裂 那么渗透再小一些的 比如说用亚密啊 用电动化学筑江 说这个点挺熟悉 在哪接触过呢 小导管筑江 碰碰碰碰碰 那里面我们就说过 说究竟我们的江叶怎么进入到地层的 就看你的地址条件 看你这个地址的孔隙率是大是小 如果说孔隙是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是渗透 如果孔隙是小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其余的方法 使其形成了拥有冠江通道 比如说匹列亚密电动化学 第二一个关于水泥土搅拌法 利用了水泥作为固化剂 通过特制的搅拌机械 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强制搅拌 那么使软土硬结成 具有整体性水稳性和一定强度的水泥加固土 这么就可以了吗 根据我们整体的作业来说 那么这个机械可以采用的是单轴 双轴三轴 或者是多轴搅拌机 或者是连续成槽搅拌机 它都可以 在这里面呢 我们得去区别一个点 哪一个 前面讲到明蛙作业时 维护结构有一个SMW工法桩 那里面也是让水泥与土 形成了连续的搅拌强体 但是在那个里面 我们用到的搅拌机械是几轴的 是三轴的 而现在我们讲解的是深基坑的低基加固 水泥土搅拌加固 这里面的搅拌机械 这几个都可以 好了 这块引起一下对比 这就可以了 对于水泥土搅拌 形成了地基加固 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条告诉我们 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原土 它结合着第四条 说与钢筋混凝土装机相比 可以节约钢材 并降低造价 它们俩结合到一起 这属于造价比较低 造价小 第二个呢 是说没有震动 没有噪声 没有污染 那在密集建筑群当中进行施工 那么对周围原有建筑基地 沟管影响很小 所以第二条 我们整体概括为 对周边环境影响小 第三条 就是你作业比较灵活 都有啥呢 有柱状 壁状 隔山状 块状 这些加固形式 都可以 接下来看一看 整个的操作步骤 是什么样的 搅拌机械就位调平 那你看这个图吧 这就是我们三轴 搅拌机械定位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往下作业了 玉角下沉 这设计加固深度 往下下沉 那么边喷浆 边搅拌提升 那第二步就是搅拌下沉 第三步呢 就是喷浆搅拌又提升 那再接下来呢 还是搅拌下沉 然后呢 还是喷浆搅拌上升 如此重复的作业 那最后我们整个这个就形成了加固区域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流程会不会考我们 不会 这太简单 就是下沉上升 下沉上升 最后形成了加固区 高压喷射筑浆 这个变是带压力了 那好 看一看 我们将筑浆管插入土层当中 当然你首先得钻机钻个孔啊 然后筑浆管才能插得进去 以高压设备 使浆液成为20兆帕以上的高压涉流 这高压在我们土体底部涉流 它就会冲击破碎土体 那最后呢 破碎的土体与浆液不就混合了吗 那浆液一凝固 达没达到我们加固的目的 达到了 达到地基加固的目的 这叫高压喷射 有几种作业形式呢 我们要第一种转圈来 这叫啥 悬喷 圆柱状 定柱了 一个位置来 这叫定喷 是B状 还有摇摆 摆喷 啥状呢 扇状 这样的三种 基本形成 而且不管你是悬喷 定喷和摆喷 都可以用下列方法来实现 单管 双管 三管 那说东老师 我究竟是几管作业呢 你得看 你有几个戒指 我有俩戒指 一个是水泥浆 一个压缩空气 那你就是双管啊 那说我是三种戒指 那没得说了 那就是三管 那三种戒指呢 有高压水疗 压缩空气 还有水泥浆液 由于上述三种 喷射流的结构 和喷射介指不同 有效处理长度 也不同 谁最长呢 三管法最长 双管法次质 单管法是最短的 实践表明 悬喷 我们可以用 单管 双管 三管 你悬喷 圆柱状的 你用几管 它都可以 如果定喷和摆喷呢 常用的是 双管和三管 这是整个高压喷射 筑浆 也就是施工作业程序 什么样呢 第一步 钻机过来就位 第二步 向下钻孔 钻孔的第三步 向低层 我们的孔内 置入了筑浆管 那第四步呢 就可以高压喷射筑浆 那最后一步 就是拔除了筑浆管 这一幕的选择题 在冥挖基坑外 进行地基 加固的目的 包含着哪些 这是直接问到了 基坑外 就俩 第一个是 止水 这不是一个 这个直槽的基坑吗 A B区吗 B区已经加固了吗 你A区挖呗 B区是固解体 水过不去了 这是止水 第二个 对于维护结构来说 还有没有主动土压力 来到它身上了 很少很少了 这就减少了维护结构 所承受的主动土压力 秒达A和B 下面说的 基坑内 低基加固 这是基坑内 刚才的基坑外是啥 减少维护结构的主动土压力 止水 止水没有 那这E就是基坑外的 把它一排除 剩下的A B C D 想也不要想 都选 这就是基坑内 基坑内被动区 加固图体 不止常用的形式 蹲裙抽隔马 蹲 穴 抽 隔马 A C D 适用于中杀以上的杀性土 和有裂系的岩石土层 缝隙大不大 但江叶怎么进去 直接就渗透 选择 第二个 这就可以了